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带给患者全面性的医疗服务 口腔疾病是随着时间慢慢进展累积而变为复杂 但只要平时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大部分的口腔疾病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刚才牙科有三分之一是专科的牙医师 所以我们针对牙科也做了很多专科 例如矫正 例如牙周病 例如甲牙咽妇专科 例如儿童牙科专科 还有口腔外科专科 还有直牙的专科 那些专科可以给患者一个最好的专业的服务 为创造良好的医疗品质 打造卓越的服务团队 当代牙医在医疗团队上的分工都相当的仔细 建立完善的跨科治疗流程 与培训最优秀的助理团队 也是王执行长长期目标之一 我们提出的就是专业团队 创新 差异 还有就是卓越服务 我们需要用这个口号 然后呢持续的吸收我们最专业的牙医师 然后呢给我们最专业的这个助理最好的训练 然后让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专业的团队反馈在我们的患者身上 然后让当代的品牌可以持续的成长 诊所除了拥有完善的高科技设备外 更在院内配置了一个全磁美学设计中心 有别于一般的传统牙科 那以传统的诊所牙科诊所来说 配置技师已经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 尤其是以当代一个比较中大型的牙科诊所配置的 三名技师 主要我们的用途就是要让整个的技师团队 跟医师团队可以有个无缝的接轨 那技师团队里面的资深的技师 可以带领我们比较自力没有那么资深的技师 去共同地往前面来前进 以往牙科患者最怕遇到治疗后的牙齿美观 与心中的期待不符合 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充满自信地露出微笑 诊所将牙科运用在美学上 除了规划客制化个人微笑曲线的疗程 并提供时下流行的DSD数位微笑设计 客制化全磁牙冠 为病患打造有自信的美丽前牙 希望让每个人都能拥有灿烂的笑容 DSD它这个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沟通工具 在医师端 在患者端 或是在做牙齿的技师端 三者之间一个很棒的沟通的桥梁 因为传统上假设你要做假牙的话 如果说病人说医生我要做假牙 那通常都是好 那我们就直接做 当你看到你自己牙齿的完成品的时候 都是已经结束了 你没办法更改 已经定生死了 那在DSD这个沟通的工具下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 在制作牙齿之前 我们会先让患者先看到未来的样子 就是说患者可以讨论说 我未来的牙齿的样子的形状 大小 颜色 是不是我喜欢的 除了客制化的美学服务 在假牙制作上 不仅假牙蜜合度高 对患者来说 制作完的全子牙罐 只要有在正常保养及正常回诊之下 假牙使用的年限也较长 我们整个美术中心的团队的设备的配置 也有非常多一些设备 例如说我们有一些精准的口腔内部的扫描仪 以及我们有一些磁块的一些高速的 一些磁块的切削机器 那都可以帮助我们在给病人的治疗上面 有一个很好的 很快速的一个治疗的品质 今天你来 你的牙齿的状况 我们先用的是扣扫机扫 帮你存在铁桶里面 帮你存在云端上 那当你牙齿制作完成之后 假设你未来今天有问题 假设你只是DSD设计完 未来牙齿 假牙掉了 或是假牙有问题 你打电话预约说 医师 我这假牙有问题 我下午想要来看诊 可以吗 可以 那等你进来门口之后 我们牙齿就完全做出来 除了要求精密的治疗之外 依据患者的口腔状况 拟定完整的全口直牙治疗计划 由专科医师群协力看诊 合力为患者提供最好的直牙 医疗服务 通常全口无咬的病患 它齿槽骨萎缩都会比较严重 那我们就是避开它齿槽骨萎缩 比较严重的上额鼻痘 和下额齿槽神经的部分 就传统方式我们都是必须 一颗一颗的种在全口无咬的病患 那在all on的方式 在像这个是下额的模型 它可以植入四颗而已 四颗就可以达到全口的咬合的重建 那为什么四颗就可以达到 全口重建 因为它是利用斜张巧的原理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子体是用 比较斜的倾斜的方式 那斜张巧的原理它的力举就相对的变大 那可以用四颗最少的子体的方式 达到它全口咬合的重建 为了带给病患更加舒适的看牙经验 当代牙医诊所全面数位科技化与一日化 除了给病患新的体验 也挥别了过往不舒适的牙科经验 大幅缩短病患的漫长疗程 全身数位科技化与一日化的内容 全身数位科技化与一日化的内容 就是用给病人的是 我们可以省去了传统的牙科的硬膜 牙科传统的硬膜还有它的好处 但它带给病人的不适感会比较多 包含了我们的矽胶的硬膜材 虽然它非常的精准 但是它有它的味道 它以及它有病人的不适感 同时间它的医疾之间来回的沟通 是会需要比较长的 以当代牙科医药体系来说 我们可以在诊所里面配置的济湿 那以及我们用数位化的档案 取得口内病人口内的一些资讯 之后我们可以在院所里面 跟医师跟济湿医疾之间的沟通 可以达到更好的成效 与过去传统牙医截然不同 当代牙医运用专业分工 与患者良善沟通 搭配完美的济湿团队 节省往返时间 打造又好又快速的医疗品质 那过去的做法呢 患者前来牙科诊所的时候 我们医师端先做口内的处理 做一个传统的曲模制作 那再把它送到外院的济湿端去做制作 等济湿端三五天处理好了 再寄送回来医师端 那我们再当患者的口内做妆袋 那如果这个假牙需要做点颜色的调整 或形状的微调 那可能还要再送到外面的济湿端去做 那这样包裹的来回往返中呢 就增加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成本 那风险也变大 那我们现在团队的优势是 我们结合了这两端 我们拥有医师端跟济师端 在这个医疗环境内 所以我们就可以 大幅的减少 患者前来这边的医疗的时间 由于王执行长对于医疗品质的坚持 对每个小环节都非常注重 他将牙科助理专业 知识与技能细分各专科 并加以培训以及考核 希望利用良好的分工合作 打造更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 那我们针对牙注 我们有定期的考核 然后有不同的牙注的等级 例如普通的牙注 还有各个专科的专业 专案管理师的牙注 那这些牙注呢 他可以给患者一个 一对一最专业的服务 所以我们不只是有 医院等级的专业的医疗的照顾 我们还有就是一般这种 私人诊所最专业的患者的服务 同城国内最好的医师团队 培养最优秀的技师 创新服务 打造舒适看诊环境 不仅希望成为台湾牙科的龙头 未来也以打造世界级牙医服务为目标 当代经营里面有三句话 就专业团队 创新差异 卓越服务 所以我们希望说 吸收最优秀的牙医师团队 还有结合我们最优秀的助理团队 接着专专业的医疗以及亲切温暖的服务 扭转人们对看牙的刻板印象 让台湾民众都有一抹亮丽自信的微笑 感谢观看